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6月30号,拜登上任以来,由于他年纪比较大,在过去,也是前任欧巴马的副手。 因此,一些美国的政客,以及新闻界们,并不是很看好他,认为他可能会是一个软弱的总统。 因而,他上台之后,却反过来,频频出手,看老夫手段如何。 也因此,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动作不断,而英国也是在配合着美国的政策,等于是美英两国的协同动作。 只是,国际局势有了变化,原本许多人认为,拜登和普京会谈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会有所缓和。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这些人所想象的。 中俄两国,竟然也有了协同的动作,共同反击美国。 世界大国博弈,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本来,拜登的计划是,联合盟国来围欧中国和俄罗斯。 但是,这星期以来,却出现了一些变化。 6月23日,俄罗斯向闯入临海的英国驱逐舰,开火,尽高射击。 就在第二天,6月24日,中国出现了和俄罗斯的协同动作。 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英语是Falkland Islands。 阿根廷自己的称呼是,马尔维纳斯群岛。 这是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东海岸,偏南方的群岛。 我们就简称为福岛。 6月2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大会,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上,针对马岛问题发言。 他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努力去除殖民主义,并且还阐述了,中国是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政党要求。 我们看一下画面,一个坐落于南半球的群岛,跟北半球的英国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竟然是英国的领土。 说穿了,这是英国殖民帝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整个群岛,包括东福克兰岛,西福克兰岛,和776个小岛屿,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 距离阿根廷只有500公里,但是距离英国却是8000多英里,差不多是13000公里。 但仍然是英国的领土。 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就透过英国,立马向中国发难。 首先是在今年2月中旬,英国撤销了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执照。 一个星期之后,英国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发言控诉中国。 指责中国在新疆用酷刑,还有强制劳工,以及强制劫狱等。 英国控诉中国,在新疆以工业化的规模,大量地做这些事情。 英国这两次对中国的发难,就引爆了在3月的时候,欧盟通过了决议,针对中国新疆人权议题,来制裁中国。 这是一系列的美英两国的布局,最终导致了中欧投资协定,在欧盟议会的审核被冻结了。 无疑的,英国在美国反中的阵营中,领衔出手,对中国造成了一些伤害,也为欧盟制造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2月19日的视频,拜登连发中国三件,中国如何反击呢?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提出了一些北京可以反击英国的对策。 其中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针对英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北京可以配合欧盟的法国,以及德国,支持他们建立新的金融中心,来取代之前,英国在欧洲的金融中心地位。 另外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岛的主权争议问题。 时隔4个月,北京才对马岛问题再次出手。 虽然是比预期的要晚了一些,为什么说是再次出手呢? 2018年11月,基20国领导人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爱丽丝举行。 习近平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说,中阿在尊重主权,维护领土完整等问题上,始终是相互支持的。 什么叫做相互支持呢? 这就是说,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立场。 当时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暗示英国,不要在香港的问题上蠢动。 可惜了,英国不是没有听懂,却还是装聋作样。 很不幸的,西方国家一个惯有的毛病,有时候警告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实际上出手,出手敲打,对方才会真正的理解到。 就像是几天前,6月23号,英国派遣驱逐舰捍卫者号,开进了克里米亚领海,挑衅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两年,不断地对北约国家发出警告。 可是,美国所领导的北约,仍然是持续地在俄罗斯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就算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北约还是不断地演习。 而英国则是更进一步,把军舰开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开进了领海。 在俄罗斯开火射击警告之下,英国驱逐舰才退走。 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很少有所谓的双赢的谈判概念,或者是行动。 非得要,手底下见了真章之后,才会停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很小的时候,随着父母亲移民美国。 某一天,在学校餐厅,排队买午餐的时候,旁边一位美国学生,至于是哪一个族群,我们就略过不谈了。 那位学生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旁边大声喊道,Chin! 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前嘲笑他。 这时候,这位朋友,一拳就挥了过去。 从此之后,那家伙就安静了,没有再嘲笑他。 有趣的是,西方国家领袖美国,这几年下来,都还没有真正的,和俄罗斯在军事上正面的较量过。 但是,英国却抢先出头。 这就跟澳大利亚是一样的。 澳大利亚,常常抢先,向北京出手。 那么,北京这一次的出手,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巧合。 我们说,如果太过巧合了,可能就不是巧合。 俄罗斯在6月23号,才对英国出手。 紧接着第二天,中国就向英国出手。 而这个时间点,真的很巧合。 第二个,北京吹起反击的号角。 去年2020年,我们有一起的视频。 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中国将会对美国大反扑。 意思就是说,北京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攻击,不会再容忍,会反击的。 这个说法,多次的应验了。 唯独在英国方面。 北京这几个月,都没有真正的出手,来反击英国,制裁英国。 或者是,限制从英国的进口。 北京没有限制从英国的进口。 就像是对澳大利亚的商品限制一样。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出口了许多的商品到英国。 所以,英国的情形和澳大利亚不一样。 而在金融中心方面,比如说人民币境外的清算业务。 北京得要跟法国,或者是德国来商谈。 这需要时间。 但是,马岛就不一样了。 马岛方面,中国可以先出手的。 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虽然时隔四个月,但是还是出手了。 不算是太迟。 另外,既然拜登政府采取了在军事上的包围策略。 拜登拉着北约来围堵中国。 希望拉着北约的同时,也能带动欧盟国家的加入。 一起来对付中国。 那么,北京也应该可以从军事上来着手。 但是,不是跟他们打仗。 也未必是跟他们每一次都争锋相对。 而是采取比较软性一点的策略。 有哪些软性一点的策略呢? 两条路线,外交和军售。 就以阿根廷的例子来说吧。 支持阿根廷锁回马岛。 支持阿根廷把马岛的议题提到联合国上来。 这绝对是一个好议题。 因为,不论是欧洲,或者是美国,加拿大,甚至于是日本。 这些美国的盟国,包括美国,都是过去的殖民帝国。 是过去的帝国主义。 这些国家,在殖民时期,都是劣迹斑斑。 有很多案底可以查的。 英国就是头号的殖民帝国。 英国在殖民时期的问题,就算不是最多,肯定也很多。 再过去,大家和睦相处,中国也不用去翻旧章。 但是现在呢? 既然美国和英国一直来跟中国较劲。 那么,中国也不用客气。 好比说,美国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 但是,这些过去的殖民帝国,在人权的问题上,只会更差。 所以,北京就需要慢慢地来撬动。 第二个,军售方面。 北京需要打开军售的大门。 既然美国卖武器,给敌对中国的。 中国也可以反过来,卖武器给敌对美国的。 或者是英国的国家。 这叫做,以彼之道,还师彼身。 也是一样,再过去。 中国比较客气,也比较韬光养晦。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中国受到了美国和蒙古的军事围堵,越来越大了。 包括了南海的自由航行,东海军事演习,还有印太战略等。 连万里之外的,法国和德国,也要派遣军舰到南海来。 再过去。 中国的军事武器不行,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中国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了。 中国所制造,研发的武器,也要对外打开市场,来降低成本吧。 所以呢,不得已,不好意思,也只好,对外卖武器了。 北京可以大大方方的说,这只是经贸,做生意而已。 以前的美国和法国也是这样说的。 经济贸易嘛,没有什么。 美国和英国要正常的来看待,不过是生意而已。 现在已经有了消息,中国会出售骁龙战机给阿根廷。 另外,对于一个大国而言。 如果没有卖军火,适当的军火,或者是足够销售量的军火。 卖得不好,抢不到市场,人家就会说,你的武器不行,因为没有人会购买。 你看,现在全球军事武器,卖得最好的国家,还是美国和俄罗斯。 军火市场好,一些国家才会对你的军事力量另眼相看。 否则的话,他们还是会认为,美国的武器好,质量高。 美国的军事力量才是真正的强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国家跟风的时候,就会跟到美国那边去的。 因为他们认为,还是美国比较强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对北京是不利的。 北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过去对外的军售措施。 让对外的军售更加灵活一些。 比如说,在价格上,如果有战略上的利益,那就好商量。 美国在过去,也是看情况的。 有时候,美国会对外援助。 包括了金钱上的援助。 也包括了军事武器的援助。 战略物资的援助。 美国卖武器是很灵活的。 而且,美国不一定是便宜卖。 比如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就比别的国家要来得贵。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在军事武器的销售上,特别是如此。 需要时间,需要取得他国的信任。 那么这时候,北京就需要多演习几次。 这是属于军事武器的演习。 而且,在适当的保密之下,也可以邀请一些国家来看。 一方面是让人看到拳头,知道你的厉害。 那么,当这些国家在做决定,要悬边站的时候, 就会小心谨慎一些,不会乱悬边。 卖武器,真的是一门学问。 不是只有军火生意而已。 有些国家,买你的武器,就当成是交保护费。 希望你能够来保护它。 但是,北京的对外政策,向来是不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结盟。 那么,对于那些买你武器的国家,就希望能够得到你保护的国家。 他们就有可能会转而向其他的国家采购武器。 最后一点。 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对中国的围堵,不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的,不会消停的。 北京不能够一直都被动,这是第一点。 就算是在被动的情形之下,也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击。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制止一些蠢动和跟风的国家。 不至于麻木的跟风,跟着对付中国。 北京也应该采取多方面,灵活的手段。 从经济,贸易,军售,以及外交等。 多方面的手段,向美国的周边国家,采取反击的动作。 尤其是对五眼联盟国家。 而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协同动作。 这一次,中俄两国相当的有默契。 6月16日,拜登和普京会谈。 当时有不少的国际观察家,以及网络上的论点。 认为美国会联合俄罗斯来对付中国。 或者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会缓和下来。 那样的话,美国就能够分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 而这一次,中俄两国的默契,也算是破除了这种说法。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夫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